我和直夜很少坐下來說我們聊這張碟 我們今次再說些什麼 反過來,內容是全部由我們日常聊天的演化出來 而那種演化是很奇妙的 它總是會找到一些位置 可能我說過的其中一句很小的段落 但它就會拿出來放大 然後把它變成一首歌的內容 2021年是一年,對我來說是挺特別的一年 首先又是從一個固有的模式 在不同的大公司下旗下的歌手 變成自己獨立出來去挑戰一下 這個制度 甚至是挑戰一下自己的能力的一個模式去進發 當中正在記錄的東西是有很多不安 有很多未遇上過會面對的問題 Witch在2021年太多事情發生了 一開始很不習慣 不習慣在於 無論如何都會有些排場上的慣性 我記得在華立時的第一個活動 已經是紅館的一個表演 當時我做了一個一部分的嘉賓 然後我走出紅館後台的走廊 有八個人跟著我 威風的 威風的 感覺是爽的 但是同一時間我發現原來 不是這些排場去成就一個藝人 是你內心的強大 就算只有一個人 就算小貓三四隻 你很相信這些同一隻走路段的人的話 那個力度是不止八個人的 其實我和其中一個作曲人林峰 其實是曾經產生了一個念頭 我們很銳利做一首青春中2.0的歌曲 那這首歌現在並不是叫青春中2.0的 是叫做都市別人的 本身這個demo 都還未叫做都市別人的 叫做青春的重量 因為我們發現 在現在這個世代 或者2021年2022年 青春中 這個名字實在 對於新一代來說是很大的代價 就是要繼續保持青春 繼續任性 士起高昂 放肆任性 這些字眼 對於新一代來說 我覺得是有一種很微妙的負重 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唱這個版本出來 聲分似不同的 為什麼現在許廷鏗沒有了青春中的這些歌 其實不是沒有了 因為這個時代最需要的角度 並不是當年的角度 甚至我當年是很慶幸 有個空間 男力幫會將這份歌詞去寫給我 很多年後在我紅館的時候 我才知道反而不是青春中 並不是歌詞說得那麼正能量 反而是因為當年男力幫有少少 開始感受到青春離去而去 所以他才教託給我 而當年我收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這些backbone 我就是很純粹地覺得 好,青春正能量 OK,珍惜時間 好,衝吧,去吧 這樣就錄了這首歌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唱是什麼場合 是在我當年的唱片公司的一個 Internal的 那些叫什麼?春鳴 我記得很多業界的記者朋友 甚至是業界的唱片公司 監製,監製,在台下聽 我記得很清楚唱完之後 大家的掌聲和反應 我和直夜其實很少坐下來說 我們聊這首歌,我們今次說什麼做什麼 反過來我們那些內容是 全部都由我們一常 聊天的東西去演化出來 他總是會找到一些位置 可能我講過的其中一句 很小的段落,但他就會拿出來放大 然後將它變成一首歌的內容 而很多時候,我收到他的詞 是會有一種很大影響的一個觸動的原因 他曾經給了兩首歌 而到這一刻,我都不會忘記的就是感激 在他的身位,其實絕對不需要太抬舉 和太客氣了,我覺得 因為我感受到他的真摯 在這兩隻詞裡面 然後從這個,我已經覺得我不會選錯人 其實我知道他的感激是帶著很多不同的經歷 然後我都記得我的即時的會員 是我都一樣感激 有一個以前的我想像,在這位是接受的 又是詞 我現在有一個位置 第一 attracting,可以不需要自己的 但是,我不能下來 首先,想說會再不想像 那一遍 所以,我要叫做 我的 enseñ她 那麼小的 那來就算說 那一遍 他們可以為我們